当结婚时 我带婆婆如亲妈 夏天买连衣裙 冬天买围巾 她也逢人就会说 我家欺负可笑顺了 有什么好的你 都知道娘家给我拿来 怀孕的时候 多恨你妈 可别恨了我的怪生啊 谢谢妈 终于到了临产的这一天 需要弄家属在哪 哎呀我的怪生呢 奶奶抱一抱 她怎么样了 长风还在休息 恭喜你啊 洗脱千斤 妈 这一天三顿 都是红糖小鸣鸡蛋 我奶水不够 想吃点别的 那种凉的 带佐料的 书上街的都不能吃 我那时候不照样过来吗 生个家的 要跟那奶水干什么 月子期间 是最难熬的 老公 我帮孩子换下尿布师 老公 你自己能让手吗 你能还下不了床吗 烦死了 我去客厅睡了 孩子呢 刚睡着 我看回电视 你怎么买个新手机 这买个手机得花多少钱啊 我一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 你还一分钱不挣 明明自己是个废物 还把自己当祖宗呢 这是我在转转APC上 把旧手机卖了才买的新手机 朋友给我推荐的 上一个屏幕手机都卖了六千多 回收下很多免费送货上门 我在你眼里 一点价值都没有什么 现在有本事和我大吼大叫了是吧 以后别要从我这里拿出义分钱 孩子上幼儿园之后 我便开始上班 好了 我们乖乖睡觉了 妈妈 我饿了 妈妈昨天不是给你买了牛肉吗 你没让奶奶做给你吃吗 奶奶说 那个牛肉是给爸爸吃的 不是女孩子吃的 一忍再忍 这一天还是来了 你欠个娃 你发什么神经 孩子在这儿 刚才的亲戚 就不要我多说了吧 你对我这么好 就不怕你的那个吃醋啊 生完孩子以后 一肚子的认诚吧 看了都怕 哪像你年轻漂亮 又那么温柔总是 你不要想清楚了 家散了 就等于孩子的天塌了 你拿什么养活他 你的天会不会塌 我不知道 但是有我在 他的身就不会塌 我让你失望了 所有的失望 都来自于期望 如果可以 我想重新认识你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绝对绝对不会再爱上你